内湖区港华里在刘达峰里长上任之后 就积极进行后巷清整和绿煤化工程 如今四年的时间已经逐步完成 刘里长希望在工程完工之后 让小巷变花园不再是梦想 而提供出来的空间也成为里民休闲散步的好去处 自从港华里刘达峰里长在一百年上任之后 就开始积极整顿里内的后巷清整工程 四年的时间完成了将近20条的防火项 可说成效相当卓著 旧社区的防火项还有后巷都非常的脏乱 因此我就去努力去争取 透过预言争取了很多经费 下来做这种防火项的煤化工程 那目前做起来大概有十几条 里民的反应非常好 刘里长认为经营老旧社区最主要就是在环境的清整 如今后巷逐步整治完成之后 也订定出每两个月就得定期打扫 可说是维护社区清洁的博尔法门 以前是非常脏乱 那经过美化以后感觉很舒服 而且打扫很干净 那同时呢 我大概两个月会举办一次这种清洁日 那所有的里民还有志工还有林长 他们会帮忙来扫 所以这种效果是非常好的 而整治完成后的防火项令人看起来是格外的干净与容易清净 刘里长也在周边种植了相当多的绿植栽 成为里民散布与休闲的好去处 中家台北新闻刘德鱼采访报导 中家台北新闻刘德鱼采访报导